牆上富含喜氣的文字 還有各種形式的小兔子長生其中 再仔細一看結合了旁邊店家形象與生活 色彩繽紛的牆面讓民眾眼睛為之一亮 這是台北市政府B2的公共空間 由公館中心與文化局攜手合作 邀請知名紙雕藝術家陳若涵創作 讓這裡搖身一變成為充滿藝術氣息的空間 進行這個 他們中心裝紅的這樣的感覺 哇 特別的感覺 其實你很喜歡嗎 對對對 有意識感 那這個設計概念呢 是因為這個地方啊 在平常的時候其實是很熱鬧的 然後我第一次下來的時候覺得說 哇 它保留了很傳統店家的味道 譬如說包括柯印店 譬如說修皮鞋子店 然後或者是改服裝的店 然後還有那種比較傳統的美髮跟理髮店 所以這是適逢春節的改造 所以這個創作呢 其實就把每一個店家外面的牆面 去創作出符合這個店家的特色 然後結合兔子跟這個春節的特色 把它創作起來 然後用不同的顏色 讓這個空間更有繽紛的感覺 其實就可以有點想像成 這裡有一點像是大道成以前的那種老店面 然後可是我們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 跟春節的氛圍 讓大家更有 來到這邊有更多不同的新朝氣 蔣灣市長與李泰鑫秘書長蔡世平局長 也齊具市政大樓B2發表空間藝術為改造成過 透過藝術家導覽背後的設計故事與理念深化此地印象 一定要團校館設計規劃 也謝謝我們文化局局長他的發想 因為這邊中午的時候特別人潮得多人海人廣 不管是我們事務員工還是來下工的市民朋友 大家經過這邊都有個感受過 因為這邊就是有男性理髮部 女性的美髮部 然後還有鐘錶修鞋服裝修飾等等 這些都是跟市民朋友日常生活的信息相關 所以大家很喜歡來 包括若涵之前說 你要分一個印章特別來到這邊 20分鐘就好了 很方便 很有效率 那我們一直希望把這邊怎麼樣導入一個 通過我們城市美學的概念 從我們市政府開始 所以謝謝蔡局長 我們若涵的協助之下很快 在年間前我們把這邊 重新的規劃設計通過這樣 很有創意 還有很多巧思的設計 把這邊牆面規劃的非常的漂亮 美感 對 導入一個公共義父的美學 那我們也希望說吸引更多的人潮 在年間期間 就是年間都可以常常來市府 記錄在這邊 不管下工或是進行服裝修飾 對不對 可以或是理髮 可以都很方便 對 歡迎大家 大家要上場在市政府B2 B1 B2 我們也有三間 大家也可以偶爾來錄作 都歡迎大家前來 因為這個作品 是其實會長期留置在這個地方 所以在創作上面 我刻意沒有讓它完全的 就是非常的過年 所以大家在顏色上可以看到 紫色綠色橘色紅色黃色 各式各樣的顏色 然後這一方面也是更具有辨識度 然後在裡面也藏了一些小兔子 比如說有一個很有趣的是 在鐘錶店的部分 我刻畫的是一個鐘錶 然後上面它改造成一個兔子 然後或是在理髮店的外面 它在森林裡面藏了沒有很明顯的兔子 所以我希望來到這邊的觀眾或是店家 他可以稍微的跟作品有一點互動 不管是小朋友或大朋友 他可能就在作品裡面找到 他熟悉的小兔子 然後另外是因為是春節 所以還是免不了 一定要有一些春節的元素 那一個很特別大家可以觀察的是 在那個女子美容院的部分 其實我刻畫了鞭炮 但是鞭炮上面那個一個一個的東西 它不是真的鞭炮 我把它改造成就是捲髮的時候 會用到那個 我不知道那個專有名詞叫什麼 就是早期我們在做大捲的時候 都會需要有一個那種塑膠的那種捲子 然後把頭髮纏上去 然後再通過熱烘 然後才會定型 所以用這個東西去呈現鞭炮 然後大家還可以發現地面上 應該說牆面上有散落了很多的頭髮 這是我自己在剪頭髮的時候 我覺得印象最經典的畫面 就是每次剪完頭髮 你不管床頭髮短頭髮 地上就是會散布非常多的細細的毛髮 然後這是你可能平常洗頭 或是在生活中都不會看到的景象 所以我有把這樣子的散布頭髮的這個畫面 去用紙雕的形式去把它刻畫出來 很妙的是它是服裝修改部 然後這個中午到這個長廊上面 有非常多賣服飾的店家 所以在創作的時候我就想說 因為它其實這個空間很有骨味 因為很多老店家 所以在這次創作衣服的時候 其實我們遠看 美女朋友也可以遠看 其實這上面的衣服都不是我們會買的 都是阿姨們會買的衣服 但我覺得很有特色 就是我們平常在冬雪街頭 是看不到這樣的衣服的 然後但是每到中午 就是婆婆媽媽們逛得非常開心 所以我就把他們的衣服特色去刻畫 剛好它又非常地符合紙雕的元素跟特色 去做非常多圖騰的轉畫 然後在這個地方 我刻畫的就是領帶 然後這個領帶其實是裡面店家老闆的一個 有點像是它背後的那個叫什麼 就是複製的它店面的布置 所以我就結合它店面的布置上去 師傅透過藝術創作 期盼能將藝術引入民眾生活當中 讓無論是師傅同仁或是洽工的師民 都可以感受到工部門結合文化的特色 記者汪君台北報導 這次我們請大家幫忙提一個 第一 注目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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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